所以國民黨與其要告訴大家說 你要放下 我們要積極地去面對 你們不如好好的先告訴大家 你們能不能支持民進黨 所提出的轉型條例 配第一個就剛剛主持人所講的 你認錯 把這些過去的史實 包含國民黨所擁有 過去在威權統治的時間 你們黨 黨史裡面所有的歷史 全部公諸於世 給大家看 過去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向下的命令 先把大家公諸於世 再來道歉 再來針對這件事情 社會才能夠去和諧的往前走 而不是只是告訴大家 那已經過去了 那也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講話安座 那是以前的人做的 那跟我無關 我覺得這大家沒有辦法接受 以前的人是他的自親 是他的阿公阿祖 我要再問講話一件事說 他說希望政府公佈相關史料 我要問國民黨一件事 國民黨有沒有公佈相關史料 國民黨到現在為止 黨產很多的資料 還不移交給黨產會 很多的資料 國民黨還不移交給 我們的轉型正義委員會 沒有不想移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說 他要呼籲政府公佈相關史料 當時的政府不就是你的阿祖 你的阿公把這些史料放在你的國民黨裡面嗎 因為你黨國一體啊 你應該呼籲國民黨公佈所有相關資料 相關的史料這樣才對吧 怎麼會說只有呼籲政府呢 所以顯然的從這句話都知道 他是在迴避 所以佩芬怎麼來看蔣萬蘭講的這句話 蔣萬蘭他當然就是說一套做一套嘛 我們去回顧說他在當立委的期間 二零一七年的時候立法院在表決這個促轉條例 六十八次的表決當中 他有六十三次都是附和國民黨的意見 反對就是包括說公開歷史真相 清除威權象徵 他自己投票反對這個公開歷史真相 然後他現在好意思說叫政府來公開 我覺得當國民黨內部呢 最後包括說這個黨產黨產也好 包括說過去的這許許多多不公不義 不曾對人民來解釋 不曾對人民來說明 更不曾來好好道歉的時候 他現在再去這個跟這個受害者這樣子 就是想要說什麼就是人家吐口水 他也不在意 人家吐口水對他而言已經是夠客氣了 他根本就是在人家的這個傷口上撒鹽 在造成第二次的傷害 大家回想一下 在過去的白色恐怖時代蔣萬蘭他的阿公蔣經國 他就是最高的這個情治人員 就是蔣介石蔣經國 他們首批的這個要改執行死刑 改判死刑的這個判決 現在很多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這包括說二二八當天不只是說二二八那個事件 林宅血案泯滅人性的林宅血案也是發生在二二八 這一連串的直到今天 我們國家都還沒有辦法定義出一個加害者 雖然說所有人都知道加害者在哪裡 但是就是因為有國民黨這股勢力在 就是因為蔣萬蘭他們的這個整個蔣家的血統 這個一敗傳承之下 所以整個臺灣現在出現了在白色恐怖時期 在二二八事件裡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受害者 可是我們找不到加害者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蔣萬蘭好意思去這樣子去蹭二二八 好意思講這些冠冕堂皇的話 我覺得剛才不只是說我們藍營的那個總統候選人 必須要對二二八好好的表態 其實蔣萬蘭更是應該 他一路從政以來 要不是他信蔣 要不是他自稱他這個蔣家的血液 他沒有辦法一路平步清雲 現在當上臺北市長 所以他竟然要這樣子蔣家的政治紅利 他就應該承擔蔣家的政治責任 我們看到了加害人不道歉 反過來說要被害人放下和解 這個聽起來實在是很奇怪 就好像一個家被偷了 這個小偷不道歉 結果那小偷反過來說 你被我偷了 請你放下 請你和解 不要那麼在意 可以這樣子嗎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個要人家放下 要人家和解 那你要先道歉 因為你是加害人 所以憲法其實不客氣的講 國民黨還有很多史料 到現在為止不交出來 包括轉型正義的史料 包括黨產的史料 到現在為止 他們都還不交出來 所以這樣子講 告訴你 我覺得第一個這個蔣萬 身為臺北市長 他在這個市長角色上面 對二二八這個活動的主持 我相信他有他一定的 這個職責跟角色 那當然蔣萬比較特別是 他因為他是蔣家的後代 所以我覺得他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更有這種同理心 然後更要用更謙卑的態度 要能夠更有誠意來表達 我覺得這是考驗蔣萬 他自己的這個 他的政治的智慧 那當然我也贊成了 針對我們這個過去歷史史料的公開 應該要更全面 那我也相信 因為國民黨他比較care 就是說 ok 我這個檔案的公開 應該依照法律來說 是僅限於這個 比如說跟二二八 有關的一個這個主要的政治檔案 而不是全面的 都被這個黨產會搜刮過去 那第二 我相信國民黨 也比較擔心就是說 在這個院下國民黨的黨史 很多是交給這個政大來進行保存 那在這個政大還沒有完成 這個數位化的這個過程之前 那國民黨也擔心說 我這個檔案被拿走之後 會不會很多的東西 就被去扭曲解釋 所以我想在這過程當中 他有一些過程要盡量去推進 那我也承認就是說 我們盡量能夠把很多的黨史 還有我們的國史 包括二二八的所有的歷史公開 讓他給持平的全面的來 檢視過去的歷史的一些真相 這才對於將來的族群的和解 族群的團結才有實質的幫助 其實那講萬安 該不該承諾 該不該承諾說國民黨什麼時候 要讓這個東西全部公開 那就看講萬安 他在二二八的時候 他有怎麼樣表態 考慮他自己的 不是啊 這是國民黨黨員啊 其實是這樣子啦 我來講一下就是說 轉型正義裡面 國民黨裡面 他保存了所有的資料 都是轉型正義裡面 一部分的資料 所以當然政府也有相關的資料 國民黨的相關的資料 救國團等等相關的 可能都有這些資料 但是很多的資料的確是在國民黨裡面 國民黨沒有否認啊 但是他就是不交出來 所以憑這一點我要講 講萬安有誠意嗎 他說希望政府公佈相關史料 你為什麼不呼籲 國民黨要公開相關史料呢 所以啊 博文怎麼來看 蔣萬安的誠意 那林立法也說叫他要表現出應有的誠意 他可能在二二八道歉嗎 其實我覺得最應該或者是最能夠讓整個事情化解的 就是蔣家的後代嘛 這個蔣萬安我舉例來說 他現在擔任臺北市市長 過去其實大家知道 我都覺得常常很諷刺 我們一方面在總統府前面有一個二二八的這個紀念塔 可是走不到一兩百公尺過去 又是一個所謂的中正紀念堂 你一方面說紀念二八 一方面一個被視為被歷史學家視為是二八元凶的紀念堂 又在那邊 那怎麼去化解 當時這個我們希望能夠把這個中正紀念堂把它活化 結果在國民黨執政時代 他刻意還把中正紀念堂把它列為古蹟 好那現在很簡單嘛 你現在蔣萬安 你是蔣家的後代 我們常講說解鈴還需細鈴人 如果你蔣萬安自己能夠針對中正紀念堂 這一塊這個地方 你把它真的又有你是蔣家的後代 你真的道歉和解 然後你說這個地方應該要正視過去的歷史 正視臺灣人民的感受 你認從你手中任內 開始推動起所謂中正紀念堂的活化 我認為這是你有誠意的第一步 因為你現在是臺北市長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坦白說 光是在那邊講說我們這個 我們要和解 我們要這個這個要體諒 這都沒有問題 但是這個話不應該是從你蔣家講出來 因為很多的受害者到現在 他連他祖父爸爸那一代 到底是怎麼樣過世 被誰抓走 到底要原諒誰都不知道 你請問你要這些家屬要原諒誰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 以蔣萬安現在在國民黨內地位 他如果認為說國民黨黨史應該全數公開 我認為他做得到 他的正臂疾呼 對他來講這是輕而易舉的事情 第二個我認為就在他臺北市長任管轄區內 可以管到的自由廣場 跟這個中心紀念堂這塊 我覺得是要處理 否則我覺得這是永遠的痛 你絕對無法想像說 如果我們在德國柏林 你知道我去德國柏林 我看到在德國柏林 他們的市中心 竟然有那個看起來像墳墓的 這樣的一個地方 我想說怎麼會在市中心 這個讓墳墓在那邊 在那邊蓋蓋這個墳墓 他說不是 那個是紀念猶太人被屠殺的一個模型 那所有的德國人經過 經過那邊都知道說 過去的歷史 我們不要再在這個重演 那很諷刺的是 我們就在我們自己的臺北市中心 在我們首都的中心 竟然有一個極受爭議 甚至被很多人視為是二二八元凶的 這樣的一個紀念堂 我認為這個要說和解 恐怕還需要一段時間 我是認為加害人沒有道歉 反而要求被害人要放下 要和解 這什麼意思 怎麼看我都看不懂 要求政府把史料公開 結果國民黨一大堆的史料不交出來 這又是什麼意思 那我們怎麼看都看不懂 而在這個時候 又看到國民黨 總統候選人已經開始正式開打 今天郭台銘表示要選總統了 那對於二二八要不要表態 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點 那在這裡 我們要看到朱立倫 其實他很聰明 他說三月四號 以後才開始啟動 其實某一個程度就要回避二二八 是不是這樣子呢 大家都在講 而在這個時候 那三月四號是要選什麼 南投的立法委員補選 國民黨提名是他們的前縣長林明珍